我觉得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原创了中国的医疗卫生制度 这个成为世界学习的典范 而这个制度的创新 它不仅仅是解决了我们中国人的健康 以及中国人的现代化的问题 它其实波及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 还是发达国家 都在学我们这个制度 那就说明这个制度是符合了医疗卫生规律性 它是具有生命力的 我觉得我们未来中国的模式 其实就是一个集成的创新 基于我们曾经的三级预防保健网 以及现在福建的这样一个健康保障模式 再加上信息化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优势 就是未来可能可参戴设备 人工智能 全国人民一个马 一张网 然后上一朵云 这种集成的大数据 既能够有利于我们未来的健康保障 同时其实这个大数据是一座金化 它可以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 就是新机生产力 就是一个大数据 带来新的机遇 而这个呢 如果这条路我们走通了 我们可以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带来新的健康模式 那这就是中国名片 跟着中国走就能活得久 这是全世界老百姓的共同愿望啊 因为健康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